吴老青生今年多少歲? 應該由八十四歲半 八十五歲半就當你八十五歲吧 你八十五歲見步如飛 但你又不是玩功夫的 你還夠膽上來博物館自己捧機走 回去玩發燒,玩一些很難玩的古董機器 卡式帶 為什麼還有熱誠去做這件事呢? 很多人都收下山不聽 人生的一種享受 你覺得聽話是一種享受? 聽話可以給你什麼? 給你什麼感覺? 給我的快樂 因為人生經驗這麼豐富 當然有不開心的時候 當然有 不可能沒有 不開心的時候你會做什麼? 不開心的時候 不出聲 不出聲 走出街 離開不開心的環境 但是聽話又能不能幫到你? 聽話 應該可以 可以舒緩你 因為是否令你的情緒帶來其他地方 帶來其他地方 帶來其他地方 沒有了那些 不開心的事情 沒有了 負的能量沒有了 聽話是絕對能夠給你正能量的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去到這樣的隧道還會追求音色 你追求音色 不是追求科技 是背道而馳 科技能夠給你音色 絕對 是嗎? 你是追求原有的旗艦音色 是 其實你的耳朵 我覺得 我對過很多派人在這裡 很多玩了二、三十年的發燒 都未必夠你來 因為你的耳朵很來 你可以聽到第一代 就要第一代 你站硬要第一代 你第二代差一點都不要 因為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和你聊天 就是 你是很主觀 和很明白自己 是想吃什麼東西送的人 嗯 還有你有這樣的能力 分得到 說得出的分別 不過現在的耳朵 跟以前的耳朵已經差了很久 為什麼我自己會知道 為什麼想 有時候人家說的話 我馬上聽不到 馬上聽不到 馬上聽不到 是的 有時候 就要慢慢地聽 再說過一次 再重複一次 然後才能理解到它說什麼 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你不明白 只不過是沒有那麼靈敏 沒有那麼 只不過沒有那麼 馬上可以收到所有東西 但是你 基本上你的聽覺 那個 靈敏度 不是說速度 是對 陰符的靈敏度 非常之高 是等於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 還要高 我覺得 沒有 很厲害 我們每天都對著這麼多人 我不會是 軟地形容你的 因為我們對著很多人 有小孩的學生歌 有幾十歲的 有八歲的 你剛才開 就開得很大聲 這樣我就可以聽得到 如果你說小聲一點 那太小聲一定聽不到 你喜歡大聲 是啊 我對你說話 我也這麼大聲 這個很重要 就是代表你的看法 你的氣場 其實為什麼 你什麼時候開始 自己拿零用錢 或者家人給錢 去買第一部機器 是否記得 哦 現在說 差不多了 六十幾年前 哦 幾年前 我買第一部收音機 那時是四十年代 你剛好轉後 是嗎 剛好下來香港 剛好下來香港 對 我在佛山 在佛山來香港 就已經給錢買第一部收音機 是的 但是那時候 就沒有這樣的能力買 就要供 買一部收音機 你做哪一行 他來香港 為何會有工作 你做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我還沒做 做事 就去學 那時候 十幾歲 那時候 十幾歲 學師 但是可以住家 吃家 是嗎 是啊 學師 可以有少許錢 有少許錢 有少許錢 但你已經去買收音機 來享受 買一部收音機 聽什麼 聽 聽 那時候 聽那些 音樂曲 那時候 也都聽過 《黎一呼聲》 嗯 習慣了 聽那些 時代曲 我覺得 搖離 那時候 唱那些歌 很適合 我聽 特別喜歡搖離 對 那後期 這個 蔡琴春 出生 第一次聽都會 咦 這個更漂亮 哈哈 我發現你是喜歡中低音的 是啊 你不喜歡聽高音的 高音的 不對 所以中低音的 是有詞性的 那聲音就夠溫暖的 我也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哈哈 一模一樣 你說太過飆了 那些聲音 我立刻刪掉 那些 因為你的精神很燥 高頻率令你燥 我覺得那個頻率會認到 你的人的性情很大影響 嗯 我的性情 所以你喜歡聽 低音的 中低音的 都是性情溫和的 那樣子 不過這件事 我又沒有預告 哈哈 因為你不喜歡 好像 那些刺激 嗯 你不喜歡那種 很超高的刺激 你明白嗎 你喜歡那些 比較溫馴 溫馴 就是你的性格 我覺得是代表了 對 那你說 從十幾歲 開始玩第一部收音機 什麼時候開始玩第一部 卡式機 或者唱機 唱機 哦 唱機 那時候我和大佬住 大佬 那時候我和大佬住 大佬已經睡了 那時候我和小嬰兒 哈哈 哈哈 那跟他聊起來 喂 有人這麼喜歡聽 他應該做一部機 回來聽一下 哈哈 那時候你做了 做事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 做事 我開始有錢買 那 跟大佬聊 不如去睡吧 嘩 第一部 就是山水的膽肥 嘩 第一部要找膽肥 那時候會不會是 什麼年代呢 六十年代 那時候 都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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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六十年代初 應該說 那時候你幾歲 啊 你二十幾年出生 三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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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年 即是你三十歲 大約三十歲 才開始買 第一台機 套裝機 啊 套裝機 那是你自己的錢 家裡也不會理你 哦 那我就想不起啊 那我自己找回來 總之 我在家裡 我有一點幫助 那你玩膽肥 聽什麼 聽吵 應該 那時候聽吵 那時候聽吵 CD還沒出 對呀 卡式蛋 卡式蛋 還沒出 卡式蛋 七十年代 才紅 哦 當然是聽吵 你也沒有其他 對呀 聽黑膠 有時候呢 還買那些 所謂 台灣版 台灣版的黑膠 是聽一些歐西歌 是不是 不是歐西歌 始終都是 都是聽的 聽樂曲 那家裡的人都喜歡 台灣版有樂曲的黑膠 是嗎 在香港 聽過嗎 那些翻版 台灣很多 有顏色的 顏色膠 台灣那時候有很多翻版膠 對呀 歐西都有的 對呀 所以 那時候買那些 回來的 對呀 那些很值得的 對呀 那些很值得的 那你想買正的 都沒有嗎 哈哈 正的有 你買不到那麼多 大哥呀 你這裡正啊 哈哈 不正 是 在那個年代 那些人學習音樂 要是在電台 要是買這些 所謂翻版的唱片 來聽 是學習音樂的機會 對呀 那什麼時候買正版的唱片呢 正版的唱片呢 正版的唱片呢 都會買一些的 70年代 70年代後 70年代後 應該是80年代 那些什麼錢 記得嗎 對呀 那時候買 還可以 現在 這麼久的 我記得 不用二十元 十五元 左右 十五元 十五元 哇 你都厲害了 從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一路開始玩 玩玩玩玩玩 到二千零一幾年 還在追 還可以夠膽 抬一些旗艦卡式機去玩 這個勇子 這個勇氣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不是說 不是怕不怕 浪費錢 還是輸錢 而是你有沒有用的 耳朵 你聽不聽得到 因為很多人會懷疑 但我覺得你的勇氣 和你的精神 那個熱情很重要 你 你的衝勁 跟一個二十多歲 差不多 那個衝勁 衝勁 我也想學習到你 和興奈卡 那些玩家都可以感染到 受到你的感染 其實你喜歡音樂這件事 是給你的耳朵 是不是 你聽不聽到的 你是沒有放棄的 我聽得到 我就不會放棄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是 聽音樂 怎麼可能會放棄 聽到最後一刻 那秒鐘 就再見 怎麼可能會放棄 放棄就是 你想現在變聾了 是不是這樣 我也不太明白 有些人會放棄 按這些 那些 國人之所好 聽一下 他直接倒退 聽電腦算數 現在很多人聽電腦 那些東西沒有味道 有聲音就可以 有旋律就可以 你要去追求那個 那個原味 那你真的 哈哈 那些勇氣出來 那些勇氣他們有的 七八十年代 出馬公司 好像你這樣 很多人香港人都會買套機 砌機 不過只不過 他們結婚 三個子女之後 就停了太太 一直都消失了這個勇氣 那時候 我為什麼會停呢 就是 我老婆 第一個小孩出來 那時候 那些我明白 那些理解 你要靜 對 靜 不能吵 那段時間 子女大了 你又會玩回 很多都是路了 那他們就讀書 那些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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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搬去現在住那裡 一路住那裡 那我想有些事情請教你 老先生 你這麼健康 你有沒有玩功夫 耍太極 哦 我也沒有 那有沒有神魂 神魂呢 神魂呢 你可以說 神魂呢 我走路就是我 每天都走很多 啊 那時候 對呀 就是錯了 退休的時候 我就很早就起床了 但是為什麼現在呢 就喜歡是 下午才去走呢 我就是要 下午越來越 我就要出去走 讓他出多些 神魂是排毒的 去濕排毒 我不知道 哈哈 我們看很多資訊都看到 去濕排毒 嗯 就是等於人家去做占 不過你就 就特意是 走到全身都濕了 從頭濕到尾 回到去 全部都要換 我就想去 就是覺得是 另外一個方法 你長受養生之道 你又不是吃特別的好東西 或者不是吃素的 你都雜食的 那又你沒有打功夫的 沒有耍太極的 是不是早睡了它 嗯 嗯 現在呢 就早睡了 現在 11點多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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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點多鐘 哈哈 我九點鐘 我就開始睡覺 九點睡覺 那幾點起床 最遲呢 都是十點鐘 我一定要上床 幾點起床 六點鐘 八個鐘 那又不是的 我四點鐘 我就醒了 哇 那你睡六個鐘夠的 六七個鐘 四點鐘醒了 就幹什麼 趴你那張床 伸你的腳 好 即是可以養一下 在小陸 這樣 開個身體 好像小聲 這樣 聽聽聽看 又會再睡 哈哈 這個就是你有身體 那要七點多鐘 我就正式起床 啊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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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東西 是啊 有沒有吃雞蛋 哦 最近呢 就有 最近這一兩年呢 就聽說 每天吃雞蛋都沒問題 那我就說吃雞蛋 早上吃早餐 做麥皮 打雞蛋 所以我就看到你 我也想學一下你 因為 你保養又不是很複雜 但是你早睡這件事難學 九點多睡 大哥 你以為住鄉村 鄉村不行啦 這麼多人有這麼多電腦 你九點多睡覺 這件事難學 其他 你說吃雞蛋的簡單點 你不會吃夠油 你看看 那你的脾氣也好 你又 啊 充滿正能量 對音樂有要求 這些是你的生存之道 記住 這些很重要的 我一樣要學你 就是早睡這件事 這件事難搞些 所以 早睡這件事 就是 你家鄉港地 你是早睡的 早 要退休 什麼都退下來 完全沒有其他事情 你以前是幾點睡的 以前 一兩點 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都是十二點前 上班 一點鐘 我早 不睡就已經很不定 很累 那時候不是 那時候 做事 要 要 拿精神去 之後 七點鐘 你老闆要交台 十一點鐘 十一點鐘前 我一定會上床睡覺 你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你飲食 你的作息比你更重要的 你有沒有耍工夫 沒有 我覺得這件事 我看到你的竅門就是 你起居飲食 其實這幾十年來都很有規矩 很有規矩 原來這樣是可以養生的 嗯 沒有吃特別的東西 沒有 但那時候有些時候 最糟糕就是吃煙 你有吃煙的嗎 有 做了多少年 都差不多二十年 有多 做了二十年的煙聞 又不覺得你有什麼特別的後遺症 即是說那些毒呢 你都被你排了出去 哈哈哈哈 就這麼簡單 即是有些人不吃煙 也有問題 有些人呢 就吃煙 他就戒了 就戒得很辛苦 但我就不是的 一說 不吃了 沒有買 把錢買的東西吃 沒有果 拿錢來吃東西 不是吃煙 有沒有人逼你戒呢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太太投訴 沒有 沒有 突然有一天覺得不想吃 是 是不是因為它貴 不是說不想吃 而是不值得 不值得 因為可能這些稅間 那時候 吐淡淡出來 黑色的 真的 這些尼古典是黑色的 黑色的 你覺得不太對勁了 咦 這樣 不是很厚 你可以吃覺醒 自己覺醒 是啊 是奇人 哈哈 沒有的 吃了二十多年 就戒不了 沒有戒不了 直到病為止 最奇怪的是 我吃了這包 不吃了 說了不吃 真的 你的兄弟就是這樣 他吃不吃 他吃了 他不戒 他不戒 他遲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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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戒 不用迫你 不用迫 那就說不吃 你有一個自覺的能力 能力可以去到某個位置 轉彎 自己修正 這件事很重要 這件事值得學習 因為 人們都很多漏雜 很多錯的事 你吃自我修正 你覺得不太多 你就修正 這件事很重要 自覺 因為人類是要學的自覺 自動自覺 所以我很開心 因為你不是一般 所謂85歲的人 可以表現到 對 一個人 就要求 不要太高 平平凡凡凡 其他 也不需要想 就不想 你比較 隨緣隨和一點 隨和一點 那個人 就很單調 會不會很大脾氣 還是沒什麼脾氣 脾氣 人人都有 會不會有些人 真的脾氣 很難頂 那就不是很難頂 很普通通 不喜歡 自己不喜歡 就不出聲 很簡單 我現在知道 學你的喜居飲食 最重要 作息 就是你的秘訣 我喜歡音樂 我喜歡沒問題 因為 不會停的 這件事 這個世界這麼多美樂 怎麼可能聽得完 對 一百歲都沒聽完 所以盡聽 這問題 現在的 所謂歌聲 我就 完全不聽 戒了 哈哈 戒了 因為你也很轉折性 你聽歌 是某一個年代 聽到就不聽 嗯 都好 因為 那個就是你成長的年代 你認為有價值觀的東西都留下了 對 對 那時候 自己覺得 聽這些東西 很舒服 為什麼不聽 就是這樣 一路 就是這樣 所以你才可以一路 追尋一些膽機 和靚機 去演繹你以前留下的東西 對 對 所以這是很值得去學 那些石機 那時候 剛剛出了石機 那時候 哇 這個三小寶 好像聽到 嘩 我這樣怎麼聽 那些什麼 哈哈 哈哈 你是很有主見 因為你的聽覺 已經告訴你 你懂得分憂戀 所以 現在聽 由頭至尾 現在都是聽膽機的 其他那些 都有 都有玩一下 但是 就不玩得久了 有時候 那些膽 尤其是現在 那些膽 貴得這麼厲害 有沒有玩古董膽 古董膽 有沒有買過 古董膽 最貴的一支 買了一支 啊 一支 就買四支 早幾個月 先買了四支 八千八元 古董膽 是 但是 回到廳 我還是不喜歡 不喜歡 而且那種聲音 它就 大過單調 會不會再買些靠一點 哈哈 我現在都在找 在想些靠一點 不是靠一點 而是聽下去 純一點 舒服 舒服一點 那你去買的時候 沒得試的 有就有得試 但是 你再找 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 可以賤促 一直有膽來聽 這樣 那我現在 我也是膽一點 沒有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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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著了 那部膽機 膽機呢 不是 現在人頭掃 那你 著了它 燒到那些膽 那麼老 很高 又不適合 你不是天天聽 你不是天天聽 間中聽 間中聽 那你不聽 打機不聽石機 石機也不聽 那你真的沒有東西聽 我呢 就這樣找個老人座 插那個耳筒 你聽耳筒嗎 不是聽耳筒 而是 等在一個寫字台的時候 就有些聲音 只是聽到那麼小聲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也夠人 不夠人 不出喇叭 大哥 出喇叭 人家在上面 吵人巴掌 沒有人 是吧 那麼小聲 那我已經過癮了 嘩 這樣也行 那你這個喇叭 幾時都開聲 隔天 隔天 不是隔天 我現在 多數 等它下雨 等它 蓋著那個冷氣 所以那些聲音不會傳出去 那開聲 就大聲一點 那時候才說 是 過足人 哈哈 關風下雨才過足人 是啊 這樣的話 平時 平時呢 我就要天冷了 天氣涼 那時候 我可以不用開冷氣 那時候我說 我要蓋著它 不要吵人家 絕技都不好意思 啊 真的 都很有 功德心 非常好 又不能吵到隔天 啊 所以你 很特別一個人 值得很多 你很多優點 根本呢 我就可以 每天都開的 我跟進香港的法例 沒事的 沒事 吵一會兒 政府 不會說 不讓人家聽話 不讓人家 日後可以吵 日後可以聽的 由7點 至到馬拉11點 73分貝 你不要超過它 是呀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呢 就將時間 已經縮短了 7點 至到馬拉7點 黃昏7點 這段時間 73分貝 嘩 你都記得 我都不記得這件事 不記得了 因為我家裡沒有聲音 我家裡沒有聲音 我家裡沒有聲音 你這裏聽 你已經足夠了 我這裏可以 任何情況發揮 一百分貝 我可以在這裏 不是呀 我有你這樣的環境 哇 那你就有空來聽 這裏是歡迎你 喝杯茶慢慢聽 真的 怎會啊 這裏是博物總管來的 不會阻礙我的 這裏博物 有客人你就坐在一起聽 我服用客人之後 就繼續聽 這裏是很隨便的 這裏是不會阻礙我的 因為這裏不是一個商場 有客人來到 你也是坐在一起聽 看著我怎樣去服務 你會阻礙你 不會的 不會的 我平常都在這裏聽 你只是聽在一起 因為這裏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我想你也有興趣 真的 這裏 你每個星期 有時經過上來聽聽 都可以 絕對不用客氣 有時我都會和朋友說 那裏有很多東西 是呀 帶朋友來 如果他上去年多 可以有空一點 可以上來聽聽 他又不一定發售 又不一定賣武器 都可以的 武器就還可以在這裏聽 是吧 尤其是聽一下那些武帶 更加是人生最高享受 是吧 你說聽過那些原裝武帶 我就跟進一會 反而不大 不大 他那個結像力 就太過密 太過清 太過實 太過實 你寧願去聽聽卡式帶 聽卡式帶 有少少鬆鬆茫茫 有那種暖感 即是不見感一點 是的 不需要太猛 是的 沒有太過真太猛 太過真 OK 這是你的選擇 所以我也很明白 所以你就是懲迷卡式帶 是 甚至你用很多自己的黑膠珍藏 去轉成卡式帶 是 就是因為你要保存那個味 嗯 對 這個是 不是沒有對定錯 這個只不過是你 我自己一個人的作風 我想知道究竟你是 要聽到哪種味道 原來你是要聽這種卡式帶的味道 所以我剛才聽到 第一代和第二代 不過我這麼遠 兩代的卡式機 他都可能一耳就聽得出 打死也要第一代 你說 我不跟你聊天怎麼行 這隻耳朵 不是普通人的耳朵 85歲 這個已經是一個福 大哥 我85歲都不知道有沒有你一半 我都不敢 有沒有85歲的認識問題 所以為什麼不訪問你 不跟你聊天 是一個損失 因為你很多東西可以被人學到 不過你未必知道 但我們知道 我們都活了半個世紀 我知道有些事情要改進 因為你已經成功了 去到這個歲數 走得走得 還在那裡玩發燒機 是一個成功的人 可以說 我就要學一下 有些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行的 就是 可能就是 一向你習慣了 那個人生是這樣 是這樣 向前下 是那條路 就不會說走歪了去 始終呢 每天都是這樣的生活環境 沒有什麼變化 又不會怨 戒了 不會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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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怨天有人 不會怨什麼 喂 你自己沒有本事 你怨什麼 誒 學一下李嘉誠 就好 學不學得到 根本沒有可能 不會跟別人比 是啊 我認為你是不喜歡跟別人比 所以你的優點就是 你行李數 人和人是不能比 你死人 總之你 找回你自己的 喜歡 最開心的東西 是啊 你是一個 現在 子女就出身了 那個子女還是 照顧著 可能 有 那 那 他 塞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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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有了 那 他現在還肯照顧我 你管教有方 他以前呢 子女和他一起 他以前呢 雖然和那個村 和我住的那個村 那他以前呢 就在地座住的 那 就變我們現在的 年次異高了 是 有點 倫盡了 他說 他現在千方百帝 都要買了 我住的隔壁 可以看著你 每天都見到你 嘩 你有多少個子女呢 子女呢 現在只剩下兩個 兩個 有一個很孝順 都算了 這樣也不孝順 很孝順 香港絕種 現在只剩下一個子女 嘩 真的 腹部不簡單 因為 因為 有這樣的健康 還有人關心 有家人關心 這是很難得的 很難得的 這些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 都算是這樣的 是啊 我覺得真是很和諧 你的家教都非常之好 好 今天在你身上 學到很多優點 做人的美德 都不能說優點 我們覺得是優點 一個人的 一貫的作風 我現在呢 最糟的就是 那一箱眼 我現在看那些東西 去到那時候 已經是夢了 但是你居然不用戴眼鏡 不用的 有沒有搞錯 85歲不戴眼鏡 60歲也戴呢 如果是夠光的 我這樣看報紙也可以 看報紙也可以 嘩 厲害 你眼睛又靚 眼睛又靚 軟的那麼多 就不變了 十幾歲 記憶力又好 記住那個音符 那個調子 那些全部你都記得很清晰的 那隻眼 為什麼會壞的呢 那次去行山 一身汗 一身都濕了 棉子就濕了 誰知道一隻鵝飛過來 那麽就濕了 我這次呢 很小隻 白色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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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鵝 那麽 那麽 那麽小 那麽 那麽一濕過來 那麽 我當然是 找一隻手 那麽就濕了 啊 撥一撥它 撥它不掉 原來它就倒進去 是嗎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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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神經 而是倒進去 在裏面剷了 蛤 寢不剷了 是啊 那你怎麽知道這件事就是 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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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是看過兩個醫生 那個臉腫了 不是看眼科 不是看眼科 那時候倒進去 這裏腫了 他就叫他兒子 他沒有啊 是呀 還說是呀 這樣 那這裏腫了 那這裏腫了 他都沒有負 那誰幫你醫療 沒有得他 已經消腫了 已經消腫了 不消腫 直到現在都沒有消腫 都還在間中有些 有些 你怎麽知道他在那裏產了一輪 醫生說 不是 而是呢 過了十八年至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 是啊 那他爲什麽 我玩黑飯在那裏 蛤 爲什麽那隻眼睛 總是有些東西 動動動一下 那樣 起身找些冷藥水 然後滴一頂去 那便 那隻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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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走出來了 走出來了 就是有那條蟲 對 那條蟲 他直接走出來了 哇 就是兩粒米 我就看到 哇 他拋在樹裡 死了 死了嗎 是啊 拋在樹裡 死了很久 他不是直接供出來 死了 你 我滴了眼睛 他走了出來 這裏 然後才死 是這樣子 十幾二十年 十幾十年 那你又要下水靴 他自己走出來了 你自己拔出來嗎? 不是,他自己走出來 在皮膚裡走出來嗎? 不是,不是 在眼皮裡走出來 在下面走出來嗎? 是,走出來這樣,復在這裡 他就死了 樣子好二十多年 令人害怕 好吃好住 那眼睛不舒服很多 所以你現在看不看得到嗎? 我的眼睛 這裏呢 眼袋小很多 這個眼袋原本正式正宗是這樣 沒有眼袋 是,他走出來就沒有眼袋 那你這邊是沒事的 這邊沒事,他就有眼袋 你也是一個奇人 這件事 醫生看不到 醫生說他沒聽過有這樣的事 哈哈哈哈 這個奇人十八年 因為一個昆蟲在你眼那裏 但你之間又沒有試過看眼科 一直都沒有試過 有,有看過 有,有看過 你的眼睛 沒有什麼大事 少少無病 對 已經沒有那麼多事力 那時候開始已經是 那個事 會經常流眼水出來 你說,對嗎? 一定會 現在講講話 他自己流眼水 好奇怪的經驗 還有一樣 他剷了栗子 那條蟲就出來了 原來還有 還有一條在裏面 兩條 是 那條怎麼走出來 那條呢 他走去那個雷館那次 那個雷館那次 為什麼那個鼻子 一個星期左右 他就有一條 一條 一條白色的 好像膠 那樣的東西 黏在裏面 很不黏 我說 拿著鏡子來照照 他燈給他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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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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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然後擠下去,嘩!它在裡面捲捲捲,嘩!我的眼睛很大聲地飄出來 那它是不是在鼻子裡跑出來? 它還散了,整條蟲子在那裡,即是它死了 它還有一半在那個雷本那裡 那你怎麼收過? 由它自己融化,這樣就走了 在裡面? 對 嘩!你真厲害,你兩下不用看就自己搞定了 你這個也是只有你有的 其實你一身人之中,沒有什麼大病痛 大病痛,都有的,都試過的 最嚴重的是什麼? 最嚴重的就是胃出血,四處 你吃辣東西,為什麼是胃出血? 不是,那時候公司就有很多工作 就趕貨,趕得很厲害 壓力? 對 那兩把力就,嘩!一直這樣開業 做哪一行的?你是不是做政府工? 不是,做政府工,小小小的這樣 可以嗎?你做什麼文書? 不是,就是工武的 叫做機器,做機械的,做廠的 不是自己開廠 自己也有品開廠,製作的 最好奇的時候,有些師兄弟 是生產的? 接著回去做,那樣 就是你? 一般是打工 打工 是啊,有時候有空就回去 就是機械的,你是機械的 對 難怪你的機械有些認識的 唉,這樣就過了幾十年了 哈哈 那你覺得? 那更糟糕那次呢,就是什麼呢? 現在那隻腳啊 那時候呢,不是拍照那時候 是呀,拍照那時候 是呀,拍照那時候 有一棵桃花,那天看到那棵桃花 哇!從來都沒見過那棵桃花這麼大 在香港 那時候,蹲在那時候 看,欣賞一下 又想拍一張 原來自己都不知道 蹲在那時候 那些跳膝 走上去那隻腳那時候 哇! 那會好癢 後期才癢 咬的時候又不癢 有什麼不嚴重? 那又起床 為何又好像有些不是 起床那樣 這樣就拍一拍一拍 哇!它就走光了 嘟!腫到這裏一塊 那裏一塊 那裏一塊 嘩! 一對腳也是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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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糟糕 這次起碼 都有一個禮拜 原來不像 不像一個禮拜 那頂不順了 那時候真的要去看醫生 醫生 要不需要進醫院 我告訴你 你好像很奇怪 被膝咬一下 這麼嚴重? 嘩! 你一定是生蛇 嘩! 變了生蛇 很嚴重 不是呀! 他說我生蛇 我說不是呀! 醫生 我是被膝咬 只是這樣 你看看我上身沒有事 如果你是生蛇 上身也是 他說 你說不是生蛇 你現在可以 可以走 還有特效藥給你吃 他說你可以走 你就不用給醫藥費了 不可以走 他的主觀 就說你生蛇 一定是生蛇 你說不是呀! 就是信他不過 那是怎樣? 你走了一天 我說不是 我既然可以進來 你現在 幫我打口針 我現在癢到不得了 那我一定要給你一些針錢 對呀! 對呀! 這樣啊! 我幫你打針 死痕 這樣吃 又說沒得了 不可以吃 又沒得了 給了 哈哈! 癢不癢到你? 癢不癢到你? 癢到癢 你又回到癢 啊! 就糟了 這樣不可以每天去打針 看一個第二個 看一個第二個 我都不適應這些癢 我從來都沒有 皮膚科都不適應嗎? 他說 我從來都沒有病人 是這樣的 我安你這樣的環境 那我就看了 那醫生我現在怎樣 我給你一些藥膏去查一下 你如果是癢的 沒辦法 就拿了那些藥膏去查一下 那怎麼不可以 那也是不行 那也是過了 那也是過了 差不多有10日那些藥膏 然後才退 但是呢 那些筋 一樣是 那些筋 已經是有毒 走了進去 又是有寄生藏 在裡面 麻煩了 這次很麻煩了 而是很毒的寄生蟲 還沒入院? 沒得入院,每個醫生都說 我都沒聽過有這樣的事情 經醫學會做到什麼? 過了差不多20年 搞了那麼久? 那你說痕跡20年? 那時候是不痕跡的 他瀑在裡面那時候就不痕跡 不是自己痕跡 而是一樣有寄生蟲在裡面 到差不多20年 他才走出來 他在腿上噴毒蟲 變成濃 那皮膚就開了 爆出來 那顆東西就跟著濃走出來 你見到那種? 那些不是蟲,那些是塞 那些好像... 好像那些什麼? 好像... 不懂得動腳,塞 喔,買它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懂得動了 20年 那顆我也不懂得形容 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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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龜 你有沒有見過? 不懂 不是聽過 那爆走就沒事了? 不是沒事 那左腳呢... 那大腿那種... 那樣真的有頭... 那種濃濃濃在那裡 那邊就爆出來 那裡就沒有那顆水... 那顆水... 那麽沒有跑出來 那原來右腳的那邊還有... 還有一隻在那裡 還有一隻在那裡 現在有沒有在雪 我不知道 最近也沒事 這陣子沒事 但是呢... 他就已經... 沒有看 那些的蟲子 還有這樣 多久之前爆了? 幾年? 兩年前 都跟了你幾十年 幸好你心裡不走 在那裏爆了? 那裏爆了? 那裏爆了? 他對你殺傷力不太大 但那些毒很厲害 現在已經好了很多 整個打鼻翁 嚇嚇嚇了 不是皮膚病 那些是毒素 要不需要吃抗生素? 吃抗生素也沒用 我吃過抗生素 一樣可以治不到 是否醫生告訴你 有寄生蟲? 我告訴他 有寄生蟲在裏面 他說我沒聽過 那就不會治你 他第一個已經叫我離開 醫學上沒見過 你也有兩個怪病 兩個死寄生蟲功夫 那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他跟著你一百歲你都完 沒問題 他好你好 借著你的身體用 他沒有害你 他沒有害你 老祖害你 沒有害你 二十年 所以我想他也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看山出你的故事也不太擔心 他只是偶爾嚇你一跳 不是嚇一跳 疫情不太擔心 他受不了 但他真正沒有害你 沒有真正的害 但是始終也有害 你也有兩件這樣 傾刑的事 不是 他在左腳的時候 那條龍走出來的時候 已經傷了那條筋 傷了那條筋 我現在走路都 現在我看你有沒有事 現在沒事 但是早一陣子 也有事 只是徹底 不能走路 一肚子 很奇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你那些故事我真的問所未問 我想醫生也沒有聽過 醫生也沒有聽過 我現在說 給親人聽 很多人不相信 唯有自己知道 因為這些東西 科學都不相信你 但你真的親眼看到 不是科學 而是醫學 醫學那些 他都不相信 你說說科學 應該走去照 這些龍去驗 我現在 走出來那粒東西 我現在還在那裡 找到蜜糖 我現在想到 如果有什麼事 我就拿個蜜糖 這個化驗所 會否認到這些 會否這個化驗所 認到它是生物 是甚麼 它現在當然是生物 它有腳 有腳 什麼生物 可能會認到 給錢 拿到答案 那它現在沒事 我便不需要 你研究都沒有用 研究到 研究到有什麼用 你是不是醫人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 你不要管 總之 可以游到他 他跟到你85 你都沒有問題 他跟到我幾時都好 跟到你100歲 可以游到他 總之 他最好不要爆出來 爆出來 不要緊 我這裡已經爆過了 你有經驗 你都嚇死人 你的經歷 真的很高興 和你聊了這麼久 我也學到很多東西 我會慢慢改進 如何向你優良的養生之道 靠近一點 希望其他人都可以感染到 不是吧 想學就學 這些東西 哈哈 要慢慢改變 不是呀 你自己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性格 不要這麼認真 別這麼認真 沒錯 這件事很重要 是的 任何認真 如果一年一年 一年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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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就會 便會 積聚很多負能量 吃什麼都沒有用 打功夫都沒有用 哈哈 哈哈 原來養生就是這麼簡單的 很簡單的 很簡單 放鬆一點 又不用介口 不需要吃什麼 放鬆一點就可以了 是的 還有你的精神 正能量有寄託 嗯 你有追求 有要求 要聽靚音 靚音 靚音 這件事很重要 靚音加上你的人生觀 加上你的起居作息 就是奠定到你一個健康正常的人 做人呢 就不需要追求什麼 各種都低調些 就算有人說你是壞人 是的 我是這麼壞的 你學不到我 哈哈 這點你已經很難學到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 就這樣接受別人的 所以你是很特別 這件事是 我們的晚輩值得要學的 因為呢 這個引字 這個引字就是你一個 成功 所以呢 有時候有些人 啊 你這地方 很怪的 哈哈 哈哈 因為 我是這麼怪的 因為你這麼高 你的能量又要多些 但是你又可以見步如飛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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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